拉回來以後聖往前嘲諷 next abc雖然交了閃現 依舊是隔牆招到擊殺 不過聖也犧牲了 那機器人再拉一個雷格爾中招以後交閃現 卡丁閃現往前 但是沒招了結果是送頭 呃這個閃現算是送頭了 然後機器人再一個拉 阿偉也招到擊殺雙方 LV1就打得如此的殘酷啊 我只能說2比2的收盤 以最近的LV1來說算是很激烈 其實在會戰最後開局的那個地方 我覺得是TPS稍微有一點點太大意了 因為雖然說一開始機器人已經把他拉用掉 但是應該要可以算得到那個時間 大概十幾秒之後他就會轉好 那再被拉回去那波就是有一點點 有點太大意了 真的 追太久喔 阿偉剛才被第二次被拉回去的時候太慘 拉進來了 那他雖然交閃跑掉了 可是希格斯的位置就沒辦法跑 而且還被勝吵 然後就遭到擊殺 那Ronda這地方也是打的血量很低 在一個前跳將勝給收掉 可是這樣子再被拉 就沒辦法 那卡拉丁這一波閃現是最尷尬的地方 閃完以後每一招 對 這個地方他閃現下去之後 他的Q技能CT還沒有好 是被Lucyenne給收掉的 再拉一個 露露又被拉 算是戰犯 阿偉也算是 因為一開始這個地方會演變成這樣 其實也是因為露露沒有算到 然後就被拉了 TPS全隊沒有算到 被拉進去 那個拉距離又非常遠 在最遠處 那 開場打了一個 兩方都各死一次之後呢 來看到拿到頭的是卡拉丁跟金克斯 卡拉丁拿到頭對 HQ來說 算是還不錯的 對 那這樣子 其實他現在回去之後多補了 應該是補了一個段階 或者是水晶靈藥 反正就是其中一種 那這樣他在賴線上面 就會好 會好蠻多的啦 因為其實卡拉丁現在大部分的 如果說對抗 就是對方是要壓 比較壓的組合的時候 通常都會選擇水晶靈藥 因為水比較多 可以喝比較久一點 哇這邊直接被 拉到露西恩以後 COMBO加上夾子 露西恩有點慘 小安 剛才這一波實在是有一點兒慘 有一點點太 就是直接被 直直的就拉到了 他連閃躲的意圖都沒有 拉加全家夾子 造成了超級長的控場 好在是 露西恩身上是 有洪水他剛喝了一瓶洪水 他剛喝了一瓶水 不然這個是撐不下去 但黑牛一開始有拿到一個kill 所以雙方其實都一樣 雙方都是101的戰機 都是 劍加血加水 然後這樣子 這一波直接被壓到塔下 他其實 就是 要看他在塔下 會不會被騷擾到 這邊 溫斯再蹲在這邊 那 努努蹲加文 傷害可能 不足以把他打死 可是可以把他逼走 加文看起來就打不過 馬上EQ落跑 喔果然是很慘 卡拉丁 即使有一個110的開局 而多了一罐水晶靈藥 面對西格斯 依舊是相當尷尬 其實剛剛 其實 加文對上 打上Nunu的話 不會說打輸 但是因為他本身這邊中路 配合的中路角色 是卡扎丁 那前期的效用是蠻低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再繼續 就是 就算他打得贏他也沒有辦法 因為對方的 就是ABC這邊的西格斯 過來幫助的效用會大很多 嗯 機器人跟金克斯 切到藍區回來 Why Nunu是出一根多藍劍起手的將口 也算是 比較少見 蠻超的 但是 考量到 這角色其實也不太需要打野刀 他咬就有真實傷害 對他本來就吃蠻快 在下落這邊 蠻期待等等綠茶 會不會再 拉出一個神拉的 我認為TPS應該是有防範 加文蹲那個位置是以為 自己的輔助是射雷席嗎 這邊兵非常的多 但是 TPS是 有所防範 連兵都不太敢吃喔 會非常害怕這隻機器人 哇 這樣機器人一個人 龍奧對方 AD跟輔助龍奧這麼遠 也太賺了吧 因為在阿偉這邊 眼睛已經不夠用了 他沒有辦法再往二槽的地方 塞眼睛下去 而且現在也沒有勇氣去拆 對 現在人走過去 插眼就被拉走了 他剩下一根 剛剛只剩下一根紅眼喔 就是 很怕走過去插的時候 直接被拉進去 塔下嘲諷 結果是出塔才嘲到 所以這一波沒有辦法 傷害到雷格 雷格看起來過得挺愜意的 雙方CS雖然是聖靈先四隻 但是實際上 雷格初期有撿到一殺的關係 裝備是比較豐富一點 對他剛剛已經有回補過了 多買了一個紅寶石 現在在賴線上面 其實因為本身他的五星W 本身就會回血 所以其實在賴線上面 不會輸給聖 卡拉丁 減兵二十八隻 目前落後約十隻左右 努努再度入侵野區 而且 開始往上面繞 會不會繞到聖的後面呢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吃雙十項啦 大夫 威歐 不是完全不可能 可是雷格爾的前面的火力也沒有那麼大 但雷格爾即將要上六了 如果有辦法三Q一個的話 也是不算太差 好來看看 怎麼樣決定 看起來是沒有 應該是不太 繼續騷擾家文 如果現在進去要逮捕聖 其實很危險 被嘲諷在塔下 是非常的危險 這邊反蹲 家文 走進來 兩個四等遇到以後 再加上雷格 他選擇EQ回塔的方向 然後聖還有一個嘲諷 應該是安全 這邊小葉子 卡拉丁爆起傷人 是怎麼一回事 唉唷 ABC的這一個Q病沒有打到 所以沒辦法進一步壓制卡拉丁 卡拉丁繼續喝水 前期讓卡拉丁拿到那個人頭 導致說前面他不會被壓得這麼慘 不然其實 以希格斯的角色特性應該是可以壓制卡拉丁的程度 真的 他撿到應該是覺得很賺 多一個多軟件或是多那三瓶水都可以讓他 就是安然度過前期 現在 再來的話就 蠻有機會讓卡拉丁反打 哇喔 這是野區的入侵 稍微有點危險 家文EQ抽中以後 機器人加速趕上來 有機會拉到 所以 溫馳立刻交閃 交得非常果斷 這個閃線交得還不錯 對 不然如果他等一下被卡拉丁還到的話 再去交閃線 對方這邊 綠茶的閃線也已經好了 就會非常的危險 他是暫時留了 金克斯一個人 所以下路就被推到底了 希格斯來炸 希格斯來炸 但是其實 AHQ這邊 算是 沒有失誤 好好的吧 來 BUFF交給卡拉丁 也沒有 因此逼到家文下到重擊有沒有 剛剛看起來還蠻有機會搶到的 但是 還好差一點點 有一點險就是 算是安然的把這個BUFF送出去 哇哦 雷哥 因為 剛才有偵測到家文還在下面吃藍 所以速度上 家文來不及過來 再加上奴奴 這個紅BUFF一定偷的到 TPS眼睛都差得非常的輕 綠 因為奴奴本身他 前期的GANK效用 是沒有 家文這麼好 但是他在 前期繁衍的能力是比家文好非常多 他只要一直把對方的 就是大怪都吃掉的話 其實還是能夠 滿程度的壓制 NAD NAD這邊的經濟喔 真的 然後五等也沒有辦法吃到這一個紅 過來看人去樓空應該是有點尷尬 那奴奴剛剛應該是有想要把 紅讓給雷哥的意思 他都先走掉了 但是還是最後DOT跳死 還是變成奴奴把紅吃了 雷哥 龍打沒有辦法獲得進一步的優勢 龍打這邊選擇的出裝是先衝了亡靈斗篷 因為其實現在雷哥爾在走上路這個Meta之中 他們目前都是以坦獅子為一個就是出裝的方式 沒錯 然後他現在對上的對線對手是聖 那聖本身的爆發傷害是很低的喔 他只要用亡靈斗篷提供的那個被動回血的數量 就可以就是非常程度的賴險 要頂住聖就是丟Q的傷害那是一定沒有問題 這邊ABC已經變得有點害怕了 因為他左右邊的眼睛就是都沒有了 目前 站的位置就變得非常保守 能夠多遠吃兵就多遠吃兵 反正他有聖杯加藍buff 魔物不是問題 其實像他這場的 這邊看到NZ是有被中打看到的 我剛剛講的是其實 ABC他這場選擇Spell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會選擇進化或是光盾會好一點點 因為其實你本身 他可能是原本預期會壓到卡特達林 所以選擇進化想要拚拚和擊殺 但是如果說他其實保守一點的話 像七個四漢英雄選擇光盾進化會蠻不錯的 這邊一直貼著龍打打 龍打的一個反打 但是佳文過來了 所以龍打POP大絕以後往前 繞了一圈成功逃掉 然後呢龍區要展開戰鬥了嗎 機器人就在側邊 取得綠茶往前壓 錦克斯也到囉 但是這樣子對面有四個人 HQ只有三個人 丟上炸彈以後卡特丁也快到了 再往前打 這一波第一個擊殺出來 小鳳已經飛出來了 小鳳拿到了這個擊殺 然後再往前壓 錦克斯也遭到擊殺 還有機器人還在喔 機器人如果再拉一次的話 路路還有救馬卡特丁再往前壓一個 Double kill卡特丁要起飛了 310了 這波開龍其實選擇的真的不是很好 雖然說對方的NAD是在上路被看到了 但是因為聖本身他就是帶一個全球流的技能 那卡特丁他本身支援速度也是非常快 這樣等於說是讓卡特丁整個飛起來了 他現在拿到310的成績等等 他其實一定可以相當程度的反打西格斯 我覺得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4對2的時候 卡特丁還沒有到 然後聖也還沒有飛 第一時間4對2的時候 tps打得有一點意見不同合 就是有兩個人鑽進了龍 對有兩個人要跑了 兩個人鑽進了龍的池子裡面 變成其實當龍的入口被堵住的時候 就是當卡特丁進來然後聖進來 沒錯喔 你變成要跑也不是要打也不是 你就是被在一個其實很開闊的地方 被HQ cut成兩塊 這其實很奇怪 對 那這樣子卡特丁 哇 希格斯是整個被壓到更後面喔 因為他早上起飛 他早上飛過來一套 希格斯完全沒有反打能力 我要是這個卡特丁 我現在真的開心到 笑到嘴角都要裂到耳邊了 因為310的開局對卡特丁來說 真的是要燒香拜拜才能夠求來的這種開局 剛剛這應該是有被 被察覺到 因為這邊路線現在應該是打不太贏這個組合 但是他剛剛卻還敢這麼兇的打回去 那綠茶這邊也不會說就是硬要拉這個人過來打 應該是有覺得說後面好像癢癢的 對 雖然是個奴奴 但是前期還是要蠻害怕他 因為被他丟到雪球很難掙脫 那個像奇音克斯這樣的角色被丟中雪球 大致上都逃不掉 中路 ABC miss了一顆炸彈 這邊中路是一直不停的用 兇兇上去壓制希格斯的血量喔 上前 糟糕路線的位置有點糟 但是這次奇音克斯沒有辦法用地雷夾住他 再往前壓有機會嗎 路路線怕怕的大絕 變成是HQ要撤退這個大絕 效果相當顯著 但是佳文已經過來了 佳文先看到這根眼睛先把它拆一拆 卡特丁也過來了 TPS必須棄塔喔 因為站在塔下肯丁受到待斧 這邊必須要棄塔 還站在塔下卡特丁到了 卡特丁到了以後上前一波但是被緩住 然後再被炸炸彈 然後再被塔一直打噴啊 這波的dive結局非常的失敗 他剛先用那個虛空虛擬進去之後 他導致後面沒有招式再跑了 那個位置感覺不太需要按R 他上前QE然後可以R出去 去走進去再用那個R去修正他的位置 會是稍微比較好的一個選擇啦 對 因為Nunu上前的這個閃蹲大絕 應該是在他沒有計算到 其實剛剛我覺得TPS他們在溝通那一座塔 到底要不要守得有一點點那個意見不合 對 因為只有兩個人待在塔下面 然後希格斯是離好遠的 其實看起來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不是AHQ處理稍微有一點點誤差的話 我認為 理論上殺人在走應該是辦得到 Nunu在那邊選擇大絕手 我覺得那個時間點是非常的漂亮 WINS的那個閃大是整個 讓AHQ似乎顯現出來的關鍵 好 欸 接下來是藍buff 應該是有AD跟輔助要把它讓給小夜夜 那這邊小夜他的選擇 卡薩丁的選擇出裝 他知道 喔這邊讓藍沒有 啊啊 沒有讓到 啊啊 並沒有讓到 並沒有讓到 那個 黑牛把藍buff給打走了 這卡薩丁突然是覺得很認真很哀傷 我這場這麼肥你藍居然不給我 沒有 欸 沒有 被中擊掉了 被中掉了 那就是兩邊中路都沒有藍buff 但是 因為卡薩丁他現在選擇出裝 是要選擇再出時光之障 所以他的魔力上面 會比 就是上一場這樣子的出裝會好一些 好 蠻多 他又有水滴又有催化 他這個魔暫時是用不完 因為藍對他影響比較大 應該是CDR 這邊反而是那個 這邊的視野是被 H給奪走了 就是 飼鬼旁邊這個非常重要的草叢 露露想要上去猜眼的時候 黑牛 隔牆 是用W偷射他把他換下來 他吃到藍buff之後 這WCD有點快 對啊 W也是滿等的 這也太快了吧 這很難打啊 這感覺很奇怪 好像在跟EaseRail隊打似的 就是 一直不停的被 W到也是會 非常的生氣喔 真的 而且魔多他還可以一直用火箭 好過分 又W 還以為在打EaseRail 又來了 真的 好 那麼 這個 那他應該會覺得說 這藍不錯 我覺得以後都應該給我 那他也是因為 前面開戰 喔唷 甲文來到上路雷克爾 這時候才看到 被EQ 被戳一下 他還在扣大絕 因為血其實蠻多的很硬喔 這邊應該稍微來幫忙守塔 因為 小瘋應該稍微去補裝 其實如果沒有戴紅眼的話 是很 非常非常難抓到雷克爾的 而且他現在的出裝 是偏向一個比較 防守性的出裝 他本身的 可以扛傷害的那個 時間跟 傷害量是 會比 就是我們平常在SoloQ之中 看到雷克爾都出刺客裝 這樣子的 裝備好很多 沒錯 那這種 嗯 在比賽裡面 大部分都是出坦型的 那尤其他這場 因為對的是聖 他起手的第一件坦裝 選擇了振奮 那他又是滿W高回血的話呢 在振奮的加持下 這整體的回復效果 可以扛非常非常久 其實還蠻常看到 這邊 卡拉丁要 你看R草叢了嗎 這可能是在等虛空行走的 那個 buff時間 掉 這樣比較省一點 你這樣走 是被看見了吧 應該 應該還 我不是很確定 剛才前盤小兵 我覺得是有看到 而且陸陸跟那個路線 也退太遠 但應該是蠻明顯的 我認為前盤小兵 跟卡拉丁的位置 差不到 那個距離大概只有600 一定是有看到 這座塔點的速度非常快喔 因為本身金克制他的用QG 就是 練 練炮型態的 呃 什麼 蹦蹦練炮 對 他那個型態他本身 打塔的速度是很快的 只是距離就沒有另外一個型態這麼遠 沒錯 他用練炮的時候 拆塔非常的威脂 只要能夠把對方逼出塔外 他可以在一輪裡面造成極大的傷害 現在是HQ拿到第二隻小龍了 嗯沒錯 在那 因為前一波小龍會戰TPS 失敗的關係 要掉第一條 然後現在再掉第二條 HQ 賺的蠻多的 就這兩條小龍賺的蠻多龍錢起來的 你看他現在領先2000 通通都是來自於龍 另外 卡拉丁其實 出好了時光 雖然他沒有再殺到人 可是他現在疊時光也是疊得挺快活的 只是資源下路 剛才那個資源下路沒有成功 其實是少賺到東西 那應該是很想要再多賺一點 現在是因為你三一開局的時候 很有機會可以一路滾大 現在就是這個機會停滯下來 那慢慢的會回復一般卡拉丁的模式 就是等待後期對對方的AD造成非常沉重的打擊 這樣打得死嗎 你們兩個都是魔傷打不死吧 原來是目標左眼於下面 努努要過來看這個藍的時候 受到佳文的埋伏 facecheck以後 受到兩個人的夾擊 佳文還丟大絕 迪麥西亞一蓋以後殺死了 努努 其實這邊可以看到沉默的那個 功效非常的大 因為沉默丟下去之後 你本身想要閃現也是沒有辦法 沒錯 那他就是努努在這邊被抓到 他沒有任何的方式可以去逃跑 那其實我覺得佳文的大絕 稍微有一點點浪費了 你感覺卡拉丁是一定可以殺他的 對對對 被承諾沒有辦法交任何技能以後 被拉回來 可是露西恩即時趕到以後出了一個大絕 然後呢 佳文的位置非常危險在被詐騙以後 但是靠著閃現 閃現躲掉了 然後聖已經進來了 進塔下 硬扛塔嘲諷希格斯以後 將希格斯給擊打小葉在等CD 露西恩在追擊 露露變小動物之後 有沒有辦法殺死這一隻聖 聖的聖瘋狂的逃跑 沒有辦法把他殺死 雷格爾已經切到接近中路的位置 但是沒有來得及加入戰鬥 他把大絕開掉了 但是沒有辦法跳到任何人 剛剛其實 其實那個聖的大絕 如果剛剛是套在佳文身上的話 應該會造成更多的傷害 雷格爾對上聖有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他阻止不了聖的傳送 對 即使是你用五星綁也斷不到 那個是很尷尬的 因為五星綁是屬於 你不能移動 但是不是暈 現在上路 其實上路的一塔 是被推到非常非常多的血 哇這個暴擊 直接 把三隻小兵 後排小兵都清掉 在下路這邊是已經 黑牛已經出出了IE喔 IE如果出出來 他能夠用那個 擴散的Q型態 來進行一波AE的話 其實那個傷害是很可怕的 因為他滿W 然後現在光是Wpoke 也是很令人棘手 HQ要壓制這個藍buff 而且是利用機器人 把藍buff從裡面 拉到外面來擊殺 這個偷突然變得非常安全 雷格過來看已經來不及了 藍buff被卡拉丁給夾去配 欸沒有啊 有啦有啦 只是看不太到 被他裙擺遮住 裙擺搖 被遮住了 雷格在上面 遇到三個人的夾擊 他的坦大部分 都是法系的坦喔 碰上佳文在這裡 有物理攻擊 加上破俠 這三個有夠硬 三個輪流扛塔 雷格其實什麼事情 都做不了 這邊選擇交閃以後 卡拉丁進來丟一個閃線以後 EQ 然後雖然奴奴進塔 已經沒有人可以斷奴奴 但是奴奴被圍毆了 狀況下路西恩出來一個大絕 壓力相當不錯喔 基金克斯大絕進場 撿到頭以後 卡拉丁再繼續往前壓 基金克斯人已經趕到了 閃線往前以後 Double Kill擊殺了 希克斯再往前壓 我看路路也逃不掉 再度發動被動加速 唉唷喂阿 這波有點水巧的意味阿 要直接吃巴龍了嗎 其實這邊吃巴龍是有機會的喔 因為路西恩 在TPS這邊的視野 是非常缺乏的喔 而且基金克斯是一隻 戰裝火力絕強的角色 因為Q的超攻速的關係 然後戰裝火力非常的強 這裡是非常有機會 他又有IE了嘛 IE就是缺一些攻速跟暴擊來搭配 現在攻速又補齊了 但是傷害有一點點不夠喔 必須要互相分炭 對 現在換基金克斯自己要上來彈一下 彈到快要死 但是 TPS因為人手不夠阿 所以真的沒有辦法上來看 剛才就剩一個路西恩也沒有辦法上來看 他大絕也噴過 那在這邊是非常早的一隻巴龍 在遊戲的20分鐘左右就拿到第一隻巴龍 這個優勢非常的大 在金錢上面 其實HU在經過剛剛那一波會戰加上巴龍之後 已經領先了8千塊左右 卡薩丁好爽 他現在超爽的 他已經在準備驚人了 21分鐘接近兩件大裝的卡薩丁 應該是有點難擋了 沒錯 所以我由衷懷疑 剛才是因為會戰是從前面往後面追 所以他沒有去貼路西恩 如果是5-5正面對打的時候 路西恩被這卡薩丁一貼 我覺得這很難搞 然後加上小安選擇帶的是光盾 他沒有進化 所以他 然後你沒有進化 可是你就要等頭帶 可是頭帶通常是第三件 你不可能在 因為你要兩件攻擊裝 才有辦法打倒生 所以你一定要先出兩件攻擊裝 那第三件才會有頭帶 他現在離頭帶的距離是一件 一件大裝之後的事情 才能去出 這距離太遙遠了 我被卡薩丁貼的時候 可以說完全無忌可使 對 而且在逆風的情況下 你要農出這一件裝備 再加上那個頭帶的時間 一定會比順風還要再慢很多 HQ這樣子要來壓中塔 11-3的KILL 經濟領先9000 現在等到卡薩丁補完裝出來 哇 他已經出到了中亞殺肉了 精神已好 烏烏烏烏 接下來真的很烏烏的 對TPS而言 上路的聖的分推 雷格爾雖然 擋得住兵線 可是打不抖 沒有辦法把聖給打跑 然後也沒有辦法阻止聖飛走 在這種狀況下的話 他去頂聖 就變成有一點沒意義 因為 HQ一定會選擇機器人或卡拉丁強開之後 讓聖過來 然後 雷格爾就要千里條條趕向其他人 直接從側面切進來 就把 TPS這邊的人 一定直接比走了 因為 經濟輸太多 裝備跟 對方還有八龍buff 這樣完全不可能 手中路的一塔 二塔其實我覺得也有 相當程度的困難度 對 而且你必須一定要防人去守勝 但是 沒有辦法 避免他飛走 而且突然轉上 HQ這個轉路轉得相當漂亮 上塔就這樣子掉了 你還是沒有機會 守住了 忠達在這邊 想要亂下 哇 奴奴被拉了 奴奴被拉了以後 這連唸大絕的機會都沒有 有他唸出來啊 瞬間被卡拉丁沉默斷掉 死掉 然後 金克斯飛彈進來 應該是沒有辦法拉到幾殺路 因為他的大絕 確實有達到 掃場跟逼退的效果 我們 但是 HQ 殺到奴奴之後 會不會嘗試 來繼續往前推 是一個閃拉 綠茶顯然是在 上上個禮拜的那個 射雷西閃勾 有點上癮 然後 雷格爾出了大絕 雷格爾現在貼卡拉丁 卡拉丁其實是有驚人的 他往前閃了 因為一個驚人 並沒有受到擊殺 不過現在血量偏低 他應該是來後退 雷格爾 大絕身直接 套 然後 卡拉丁大絕 然後卡拉丁獲得了這個護盾 以後 存活的下來了一個 無攻而返 無攻而返之後 但是 HQ 整隊只有黑牛一個人務實在推塔 剩下四個人都在幫黑牛爭取空間 成功的 推掉了塔以後 金克斯獲得了加速 往後拉打 卡拉丁獲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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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丁獲得 卡拉丁獲得了 卡拉丁獲得了 不可以 試一切 要肌圈 的 卡拉丁獲得了 但是就被消滅了 唉呦 又一次拉藍在外面殺 這太過分了 這角色太過分了 其實希格斯他這樣子一直少掉藍buff他的成長 和他在塔前想要幫忙把兵線推出去 這樣子的那個速度跟那個成長度都會下降非常多 雖然說這場 唉呦 喔 這場前一拉沒有拉到 雖然說這場ABC的CS依舊是很OK的 但是因為 經濟沒有優勢 看他的裝備一直停在一個裝備上面 就是造成的傷害真的是沒有什麼壓力 可以看到剛剛卡薩丁一個R進來QE 直接把露露血量打掉七成喔 這傷害實在是很高 就是插照是說的 那像這種刺殺型的中路呢 先殺個兩三次輔助 接著先秒兩三次輔助以後你就可以開始秒AD了 多棒 沒有辦法 走不出兵營了 第一座兵營遭到AHQ的攻陷 的確是失去了第一座兵營 AHQ的勝算大幅上漲的狀況下 就已經很優了 然後再拿下第一座兵營 AHQ的優勢是非常巨大 對 而且在這種被壓塔的情況下 你像是 AD或者是 AP想要進 區前去清兵的時候 然後對方又有機器人這樣的角色 是可以 就是給你非常大的壓力 像他剛才那樣丟閃是沒有什麼壓力的 因為他也不太需要在這種局面下 用閃線來保命 而且他是輔助機器人 他進攻是他最大的工作 對 所以他沒有閃頂多就是不能閃拉 倒是沒有什麼逃命的問題 小安使用大絕掃這一波兵 那即興克是在沒有 適當的隊友適當打開空間的狀況下 可以用火箭消塔的血 也是他的優勢 巴龍當然是已經結束了 所以這一波AHQ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消耗 不過他們兩個開戰技能都用掉了 所以要小心一點點 那聖其實集中在這個位置 他可以考慮 小鳳可以考慮帶上 但是這個時候集中位置給下落壓力 TPS也頂不住 所以五個人壓下 也把下落冰銀塔給爆了 接著看來冰銀也要跟著淪陷的感覺 你一定要想辦法反打一波喔 金克是被跳的瞬間立刻閃現往後 然後再POP一個光盾 血量非常的充足 金克是沒有受到任何的威脅 黑牛在往前壓著陸陸 大概已是要成為囊中之物 沒有錯 Double kill以後 加後的加速再往前 好像沒有下一個目標可以打 所以要直接來灌中了吧 接進去 是把希格斯擊殺在中路 雙塔下 triple kill 在往前壓嗎 然後選擇來壓冰銀 最後只剩下龍打一個人 這樣子這邊有可能在這邊就直接結束了喔 如果塔被推掉 對方復活時間還有很多 應該是要在這邊 直接對HQ拿掉珠寶了 HQ這場贏的算是蠻俐落的 非常的快 對 比想像中的來了快 因為 LV1的時候應該是